你觉得说这些要放弃 我觉得真的觉得要平 你别说害怕 这把的话就当这个其实这场是真的可以当表演赛来看的 就两边都很默契的去给我们做了一套平常看不到的阵容 一个平常看不到的屠夫 然后来打出一个我觉得就是尽力就好 来看一下这边上来第一个点 都已经准备飞了 然而这边雕刻家一个雕像博弈老师的雕刻家 但有一说一博弈老师的雕刻家呢 在我的观战当中好像不是特别的 来了来了附身 这把真好看的 你平时能看得到小女孩 你平时能看得到雕刻家 鸡球手过来接一手 飞轮双弹鸡球手 小纸片一弹往下一翻 但是这个鸡球手什么时候吃到的夹呀 这个夹什么时候吃到的 没留意啊 10秒钟的闪现啊 10秒钟的闪现 这边车一刀打下来 鸡球手走 小女孩开车走 那反手追鸡球手 闪现一刀带走鸡球手的话 我觉得这把博弈老师迎面很大呀 60秒的鸡刀 而且前期的话两个人没有修鸡子 小女孩没修鸡子 鸡球手没修鸡子 外面一个病患一个佣兵在修 真的这把就交闪现带走 是很香的一个鸡刀 但是这边有飞轮 封口一刀有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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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异老师这边躲掉了这颗球 密码机的总量加起来还不到两台鸡子 人挂上鸡球手还没有大心脏 讲道理这个局 求生者应该是不太能出现一个多跑的 讲道理应该不太能出现的 然后呢因为这把相对来讲双方都没什么压力 那傭兵一定会来救 那会意味着什么呢 经常看我观战的观众应该知道 雕刻家这个时候缺的是什么 我其实不是特别缺什么击倒啊 上挂 这个时候缺的是存在感 他只要能够稳稳的留住这个鸡球手 然后把自己刷到二阶 后续 那这就是垂枯拉朽了 诶 这一棍子交完 白板了吧 雕像前面封住 好 一刀带走 舒服 一马机总量三台 雕刻家已经到了二阶 并且外围 佣兵是吃了一刀一夹的伤害 小女孩一夹的伤害 头一个分场出去秒了佣兵 还通缉到了佣兵 佣兵 佣兵要举报了 这兄弟充钱的 这能被他通缉到 三个人 33.33%的几率 为什么通缉我 并换来救人 并换的话面对三个雕像 博弈老师这里打的 有一点球稳啊 他这边并没有特别 想要去通过一波防守来 直接把这个局势拿下 而是求我能先 先让你救 对吧 你救完以后我反手 那行吧 我先挂飞 挂飞了以后再找这个佣兵 这佣兵现在反的一批 看这个这个挂飞 如果再通缉到佣兵 那佣兵得 佣兵得好好想想的 为什么老通缉你 赛前 平时 是不是 得多做一些好事 游民倒地 游戏结束啊 外面的两个人状态太残了 四杀 我刚刚是不是说这个局要平的 平的兄弟有福了之类的 平的兄弟有福了 平的兄弟 平的兄弟 那这边 看一下 那我只能为斗人加油了呀 加油 小女孩有飞轮有博命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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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的难 这就是我们中华语言博大今生 大家把我刚刚这几个字打出来 难 难 难啊 真的难 这几个字怎么打 有没有观众能打 哎 救下来了还行 哎你别说救下来了 救下来了 这边佣兵拉开 博弈老师手里面只有一组雕像 秒不了这佣兵的 秒不了这佣兵 那边的密码机好像能修开 鸡子 要够了 哎 哎 哎 一刀密码机 6 难 说 不难啊 我不去救人不就行了 并幻把人捞下来 这不会平了吧 刚才 我是不是说压平的兄弟有福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兄弟们我说的没错吧 是不是平了 哎 真平了 喷个切 走了 哎呀雕刻家 但是其实我 我自己的判断是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冥冥中的一种感觉 但我还是希望博弈老师能四杀的 讲道理是希望他能四杀的 难得掏出雕刻家 雕刻家有一个灿烂的 等会要救 他们不能要过来套博命吧 哎 优秘是挂飞啊 这补状态是什么情况呀 不好意思 刚刚 我看他们这补状态想 不会还有手博命 还要再来什么的吧